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媒介或家长群组中 经常听到一个字就是 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其实不是一个字,是一个病名 我们经常听,但我们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 治疗方法又是怎样呢? 可能大家有些一知半解,甚至有些谋误和迷思 就这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林振医生 和我们讲解多些,让大家了解多些 Hello 林医生 Helen 你好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自己谈 或是上网找很多资料 有时有两个情况 应该是自己认识 也和自己拉着自己 另外一个情况 每个儿童也是这样 或是好动活跃症 我想问,如果有没有统计数字呢? ADHD专注力不足过度症在小朋友有多常见? 研究显示大概有4-7%的学童有这个情况 所以是非常普遍的 但多数会不会是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个病? 因为ADHD是一个发展障碍的问题 所以在读幼稚园的时间已经开始出现 但通常在一些学习的环境转变问题就会开始浮现 例如由幼稚园转入小学一年班 做的东西多了,方面不同了 便会出现了问题 另一个情况是由小学转入中学一年班 中一的情况就会容易浮现 因为要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如果从中学到大学到大学到社会 其实是否通常在人生关口 有些转折位才会容易见到? 但既然情况是持续的问题 通常在小时读书的时间已经发现了 当然一部份人会去到大人才发现 这个叫成人ADHD 其实我们说这是发展的疾病 和脑的一些状态有关 我们就一定要处理 应该是 不处理可以吗? 其实当我们确诊了是ADHD的情况 我们应该尽早跟随情况 因为不处理问题便会持续 影响日常生活和学习 大人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 甚至社交和婚姻 所以我们应该建议 一发现影响日常生活和学习 应该尽快接受治疗 如果说到治疗 大家也会问是否只有吃药的途径 还是有其他方法 是一个整体的配套 有什么选项或选项? 我们主要分开两种方法治疗 一个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药物治疗方面 我们会分开中枢神经刺激剂 或者非中枢神经刺激剂 中枢神经刺激剂分为短效、中枢和长效 另一方面是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通常是行为管理 或者认知行为治疗 听起来有很多不同的组合 你刚才提到药物治疗剂分为短、中、长期 短、中、长期 有什么概念给大家? 短有多短? 中、长效是多少个小时? 短效是4个小时 中、长效是8个小时 长效是12个小时 所以我认为要看学童的需要 可能回到半日制的学童 可能在短或中校已足够 为什么? 既然这是全日的影响 全日都想他可以专心一点 上学要专心 放了学做功课也要专心 课外活动也要专心 当然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可能学习的课程很少很简单 可能一个短或中校已足够他 全日的温习用 但如果是全日制的学生 放了学后还要温习、读书、功课 补习等方面 其实我们会见用长效药物 可能会比较适合 因为一个12个小时的专注 可能对他们会比较好 有没有就这样听 可能观众也会有些不太明白 有没有例子给我们听 其实在什么情况 用短校的药物会好些 什么情况 或者哪一类型的生活 习惯的小朋友又要用长校 我讲两个例子给你听 一个就是小学生 刚刚读一年班 早期是一个半日制课程 他未用药物之前是一个白染星 有很多问题 会骚扰同学上课 令课室的秩序乱 甚至发脾气会打同学 所以真的吓了很多家长 和自己的父母 所以最后老师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再次吃了一些短校的药物 在我四个小时的半日制课程 其实行为就会消失了 很乖 当然回到家 可能家长再决定 会否提供他再吃短校的药物 另一个就是长校的药物 长校的药物 也说是一些中学生 可能会比较需要 试过到了中学生 可能专注力的问题会持续 所以导致他们 试过入到中学生 入到中一之后 入到一间名校 适应不了体系 发现太辛苦 然后成绩就大倒退 很多课都不合格 最后他发现 评估之后也是一个专注力的问题 也会开了长校的药物 成绩就追上来 去到以前应该有的水准 其实都是聪明仔 但听起来 似乎是选合选 除了在学校或学术的表现 都比较帮助家长不少 不只是帮助学业的问题 因为你刚才提到很多行为 和行为在学校的 跟人相处的问题 家长也要处理 然后回到家 在家中看見他不太好、不開心 香港的家長也會 緊張、罵他 在學校方面的情況 對於他整個關係都會變得更好 有時未接受治療 學童有很多問題 回到家裡 其實家長是打仗的 試過做2個小時的功課 6個小時都未完成 到晚上12時 大家都未完成功課 又不能睡覺 小朋友又慘 家長又慘 情緒也出現 所以小朋友的作息也出現了問題 所以會導致很多問題 反而接受治療後 可能晚飯前已好了 已經做了功課 之後有很多親子的時間 所以睡覺也足夠 所以早些接受治療一定會更好 可能在幼稚園升小學 最多人會發現小朋友有ADHD的問題 便開始做治療了 但問題便來了 例如說要6歲時吃最好 如果早5歲半 可以嗎? 如果再後一點 遲了發現 又不能吃藥呢? 這可能是一些坊間迷思或誤解 其實我們可以確診ADHD的年紀 最小的時候可以到達4歲左右 但當然我們真的不會在這個時間正式確診 因為會多一點時間去觀察 因為一些病症會慢慢消失或減少 所以我們通常會再觀察一段時間 例如6歲的時間 如果問題持續 讀小學時 很多問題出現 通常一刻才會確診ADHD 即是要更加確定 這樣便會穩陣一點 之後又來了 真的要吃藥 有很多家長會擔心 糟糕會有副作用 那些副作用有甚麼東西呢? 是不是不吃藥會好些呢? 可能是為了想避開副作用 副作用方面 剛才我們也提及過 中枢神經刺激劑和非中枢神經刺激劑 但前者的副作用可能有機會是胃口差了 或失眠或頭痛 但非中枢神經刺激劑 其實副作用也有機會相似 不會更加輕微 但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 所以最希望有藥力的時間 也沒有副作用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由藥物由最低的份量開始慢慢調節上來 這樣的時間可以避免副作用出現 如果真的出現 記得家長要跟醫生說 因為醫生會有不同的方案去跟進這個情況 這些病徵的副作用可能會慢慢消失 醫生會多看一段時間 但另一個方面 如果真的出現了一個情況 亦有藥物 例如可以幫助他睡覺 幫助他的胃口 所以好像一些解藥的情況 所以其實問題也可以處理 如果最終副作用都持續 其實可以由中枢神經刺激劑 轉為非中枢神經刺激劑 這樣也可以 所以選擇永遠都存在 辦法總比困難多了 但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真的正在用藥 就很好 小朋友各方面的表現也很好 自己也很開心 家長自然看到小朋友也很好 但會否有依賴性 無論是心理上也好 或是心理上的依賴 會否有這個情況 其實ADHD 會有一個叫做共病 另一個很容易常見的問題 就是藥物依賴 所以反過來我們更加要醫好ADHD的情況 雖然我們叫中枢神經刺激劑 但只要有醫生處方和監管 出現藥物依賴的情況會比較低 同時我們也能考慮用長效的藥物 它的風險會更加少 可否解釋多一點 共病藥物依賴是怎樣的 共病的意思是除了ADHD 同時會有其他不同的病 有些人會混合了自閉症普系 或者情緒病 另一個情況會容易發生 在ADHD的病人中藥物濫用 所以反過來 如果我們發現ADHD 不去根治 讓他自由地做一些事 反而他多了一些失控行為 他自己也沒有太多自控能力 反而他藥物濫用的機會可能會提升 即是可能濫藥或淤酒 可能會逐步有機會出現 是的 尤其是成人 有時他們會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明白 食藥其實也說了 不是吃一個星期就完蛋了 是一個長期持續的治療 可不可能是小朋友例如放書架 或是一個長假期放 即是復活節假 那是否可以有一個藥物假期 讓他鬆一鬆 反正也不用上學 那就不用太專注了 行不行嗎 在假期的時間停藥 這個叫做藥物假期 也是一個爭議性的 因為有些醫生會覺得 其實在放假的時間 其實學童也會有自己的課外活動 以及社交活動 他們也要在這方面發展 如果不吃藥 這方面的發展會變差了 但另一方面要取平衡 如果吃藥物有些副作用 可能有少少失眠 或是胃口差或是假期 也沒有特別要專注一些東西 也不用考試 也不用讀書 其實家長也可以跟醫生商量 會否有一個取捨 假期會否做一個停藥物的療程 也可以跟醫生談一談 所以我明白了 重點是不能家長自己去決定 就算想停藥或調教藥物 請教專業意見 就可以作出最適合自己的小朋友的做法 多謝林醫生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展坡 支持 謝謝